朋友们好,我是老宋,欢迎朋友们来看到我宋坎大山 虽然呢,近两年房地市场并不是很景气 但是我们必须得承认 房价还是老百姓最关注的事情之一 大家都在想房价往后市会涨会跌呢 我该不该出手买房呢 还是观望着以后再说呢 对这件事情肯定是人者见人,智者见日 观点不一样 有人劝你,要谨慎哦 最近可不能出手买房 还没有跌到程度呢 还会跌呢 还有人劝你 哎,赶紧买吧 你现在不买哦 赶不上时候 到时候后悔你都来不及了 现在正是好时候哦 哎,那今天我聊聊什么呢 我就聊一个问题 就是来告诉你那些未来房价会涨 劝你赶紧买房的人 他们都用什么借口来劝你呢 哎,我总结了一下啊 大多数是这些理由 你听一听,看老宋说的对不对啊 第一个就是什么呢 国家又出台了什么什么什么利好政策 例如啊,贷款利率降息了 啊,下降了 取消限购了 什么认房不认贷了 等等这些政策哦 你看这些政策真正落地了 哎,不一定成立 就是什么就是马上就要出台了 或者刚刚出台落地的一下那 哎呀,很多人就劝你了 赶紧买吧 为什么 这利好政策一出来 房价肯定呈呈往上涨啊 你这地儿不出手 那你就来不及了 利好都出台了 这么大利好 我告诉你 那房价肯定好啊 所以说你赶紧出手吧 哎,你看看 只要有利好的声音 就会有人劝你买房 这是第一条 他们啊,经常这么说的 第二个就正常说的什么呢 你知道吗 现在通货膨胀这么厉害 银行利息那么低 你现在手里有点钱 你存在银行那么低的利息 我告诉你的钱都贬值了 最后就不值钱了 那就亏了 最好的办法怎么样 你得让钱保值啊 你得让钱称值啊 那么给它换成资产是最好的办法 所以干什么 买房是最靠谱的选择呀 我告诉你 你看房地产啊 别看现在低迷啊 早晚能缓过来 任何时候房子都是最靠谱的 所以赶紧买房吧 不能存在银行里 你看看 这是不是第二个 劝你的理由啊 第三个 会说什么呢 我告诉你啊 现在的房价已经是低点了 不可能再跌了 你现在要不买 现在要不上车 你就不好说了 等他涨价了 价真涨上来了 到处你就买不起了 你就后悔吧 你就拍大腿吧 你想一想 二十多年前买房的那些朋友 如果他们像你这样 犹犹豫豫的啊 下不了决心 那么他能赶上好时候吗 他能赶上房价上涨的快车吗 他们能涨的盆满钵满吗 你后上车那些人啊 亏了吧 钱没赚着吧 对不对 我告诉你 趁早上车 你不能等别人都上车了 你再上车 大家都买了 房价就炒上去了 房价一旦炒上去了 你就后悔死了 你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金不可思 思不再来 你好好想一想 我告诉你 哎 是不是 哎这是第三个理由 第四个理由是什么 很多朋友说了 你说的对 你说的理由对 可是我没钱呢 啊 很多人我就说了 现在房价 有些人说了 没钱 其实你以为以前房价上 的时候大家就有钱呢 也未必 那是什么 不就贷款吗 所以这些人也会告诉你了 没钱没关系啊 可以贷款呢 现在贷款利率多低 你看看 比以前低了多少啊 我告诉你 借到你就是赚到了 为什么借钱你还是赚到了 你去看看 房贷是你一生当中 能借到的利息最低的钱 多合适啊 剩下你干什么能借到 这么利息的钱呢 你干什么也借不到了 我告诉你有这份钱 你还能借就借吧 借来了 哎 你买了房子啊 然后赚了钱是你的 这才是机会呀 所以说 能贷款就贷款吧 没事 没有钱 可以贷款 你看看 所以说 没交钱也不是事 这是他们第四个理由 朋友说 第五个理由是什么呢 那第五个理由 就得劝你了 说呀 你看看啊 你说你不买房 你住哪呀 你住着 老婆小 人生啊 要懂得享受 你这样的房子能行吗 多老婆小啊 你人生活着为什么 不对啊 这是你生活的好一些吗 住的好一些吗 舒适一些吗 等你到七老八十了 连个好点的房子 没住了 你亏不亏呀 要不什么 你说租房子住 租房子住 你更亏了 你想一想 你现在贷款买个房子 你月租的 你付的房租按揭 你虽然付这个钱了 利息了 但是你租的是自己的房子 对不对呀 可是呢 你租房子呢 你租的房子 钱都给谁了 钱都给房东了 你的租金都白冷了 你想一想 是不是这个道理呀 到时候房子还是人家的 你这么亏死了吗 俗话说得好 人哪 得敢冒险一点 称诗胆大的 不能太犹豫了 对不对呢 你看严谨部都说了 别人什么 谨慎的时候 是那么慌吗 恐惧的时候 我要贪婪 别人贪婪的时候 我要恐惧 现在别人都恐惧了 你不该贪婪一点吗 这是最好的时机啊 把握住这个时机 你就是人生赢家 如果这个时机 你没把握住 你以后就后悔去吧 你再也遇不到这种时机了 朋友们仔细去看看啊 在生活中也好啊 还是在平台上也好啊 那些劝你买房 告诉你房价会涨 不买房来不及的啊 会火爆的啊 这些人 你看看大多数 是不是拿出这几点来劝你 没错吧 那么问题来了啊 你听劝吗 这些话你听完了之后 你觉得他说的对是不对呢 那么你会怎么做呢 你会是按他说的去做 还是说的 嗯 我不 你怎么说我也不住 嗯 我不知道朋友们怎么想 咱们来聊一聊 你会不会听这些劝 你认为这些劝有没有道理 你认为2020年 咱该不该买房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 感谢朋友们看老宋看大山 向朋友们喜欢老宋 关注老宋 咱们下回见 拜拜